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的研发成本还有制造成本的关系 其实它是一部有获利的车 所以在等于之内我们预估燃油车是不会消失的 也不会完全的被电动车取代 电动车时代即将来临各大车厂拼环保 但燃油车市场考量获利高还是有存在必要性 只是未来车商拼转型 如何研发合成燃料并量产 延续燃油车的生命 势必成为车商必争的任务之一 三立新闻零湖墓场真台北采访报道